涂鸦业运输在全世界越来越受瞩目 英国有一位神秘的涂鸦客班克斯 他的作品还曾经登上拍卖会场 以近台币300万的价格成交 最近他有新展览 每一件画作都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和对世界的关怀 其实《异想世界》之前曾经介绍过他 他画在墙上的涂鸦作品 曾经被人整面墙挖走 搬到国外去卖 还引发了国际纠纷 头戴皇冠的猴子以及穷苦的小朋友 部落族人在大草原上 拿着长矛攻击超市手推车 这些都是英国神秘涂鸦客 班克斯的作品 被班上排卖会场竞标 市场很快就拥挖了Banksy 可能也有很多方法很震撼 有一个印象 说你们乱乱买这个 我认为他有一个震撼 他在第二个市场上 就像他们做的一样 但实际上是 很多双鸦客都想要购买一部分 当你在这个房间 你会明白 英国神秘涂鸦克班克斯 不只是彩繪街头 他同时还是一位导演 社运奋祖 2001年曾获得奥斯卡 最佳纪录片的提名 每件作品都有强烈的政治风格 2006年 班克斯在街头的作品 被搬上排卖会场 以57600英镑成交 相当于台币288万的天价 造就了班克斯效应 世界各地都爱他的作画 今年4月 还有人把整面墙挖走 拿去拍卖 这次的拍卖会展出 班克斯的70件居民作品 包含类似安迪沃和的名模系列 班克斯的街头艺术直达每个人的心底深处 自己赌人 devil 小达 研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